昨天停牌半年之久的万科A终于复牌了 正如业界所预期 万科A开盘依次跌停 面对补跌 宝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有宝能系人士曾经透露 不排除股价走低之后继续增持的可能性 业内市认为 宝能目前几乎不可能会增持万科A 几乎不可能 一个是宝能如果再继续买超过30%的话 它要触发要约收购 第二个呢是宝能是否有这个财力 我也是要打个问号的 因为我从昨天网上披露的信息来看 宝能没有上上所说的那么多钱 因为它很多钱是并表前海人寿的钱 那么前海人寿的这个股份买股份的比例呢 又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它应该买不了了 而律师界人士表示 万科负牌太仓促 股价大跌 使得大股东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都受到伤害 目前负牌的话 等于许多重大事件都没有答案 或者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就是大家对这个宝万之争 或者是这个华万之争 最后的话呢 结果呢就是抱一种不确定的 或者是对这个后果抱有一种忧虑 最终的话呢 选择用脚投票 离产的方式来解决 那就可能造成股价大跌